Cloner,它這邊會有一個Effect,因為目前沒有Effect的特效工具 它目前沒有可以做段數的工具 所以呢,在mograph裡面Effect選RandomEffect mograph Cloner要先選 去找Effect裡面的Random 所以它就套進去,套進去以後呢,我們去看Cloner 裡面的Effect裡面果然有Random 那有Random之後呢,先來看一下 它的RandomEffect 哦,可以先直接播放就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直接播放 WOW 好 呃,接著 要去點Random裡面去調它的Parameter 第一個是它的位置哦,沒有亂數 大小要有亂數 然後亂數呢,大概比例大概是0.7,然後是等比例收放 旋轉就也沒有亂數,OK 所以我們現在呢看到Random 亂數 它裡面的 參數 是 呃,我看一下Basic 什麼看起來都不像呢 Parameter OK Parameter應該有吧 可是這裡只有Positions 太奇怪了 那Scale呢 哦,有有有看到了 所以Positions不要 它現在不知道為什麼界面又要改 你知道,Rotation也不要 所以我們要,要的是Scale Scale就是縮放嘛 所以現在是0.7TAB 0.7TAB 0.7TAB OK 然後是前面播放 等一下,發生什麼事 Uniform Scale 一定要等比例縮放 這個要夠了 0.7TAB 我想要奇怪 怎麼會變這麼奇怪的比例 再播放 OK 所以它確實有大有小 但是,欸 有有有有 看一下 先停止播放 OK 好 好 有 確實有 該有的都有 大家看 好 這邊呢 是把字 我又改成123 這應該是你要改不改都可以 隨便啊 好 這個是高興就好了 呃 應該要打什麼好了 好 可以隨便亂打一個 然後這邊再播放看看 然後這邊再播放看看 這邊再播放看看 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它的 cloner 參數 做出來的東西有點少 好 ok 這邊的現在把它改成3呢 ok 比較密集 因為剛剛是怕它不當機啊 1 好多了 所以這邊回到最前面 好多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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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再播放 小營